在局長的回答中是沒有什麼具體內容的 他一如以往都是說 由六成改到七成有困難 現在穩定都還沒搞定 其實我們認為 政府如果那個態度仍然落後於大小的話 只會令到供應房屋的供應進一步拖慢 以及不夠數的問題 只會繼續延續下去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要大東府 盡快去增加供應房屋的供應 而小豪灣車廠是在土地大辯論以外 去增加一些供應房屋供應的一個方法措施 我們歡迎這個做法 但是目前來講 小豪灣這個供應房屋的增加計劃 其實我的理解是實話剛剛才有第一撇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盡快交代 以及盡快考慮將有關增加供應房屋的任何可能性 都推展到其他地鐵的上蓋那裡 另外就住供應房屋的定價 大家都知道了 近萬元一呎已經不是一般基層市民能夠負擔 所以降低調整這個供應房屋的售價 已經是政府沒有得走數的一個工作 重中之重的工作 也都必然要做 也是社會的共識 所以我們剛才問到局長究竟 接下來檢討這個屋定價有什麼新進展 局長呢 都是沒有什麼新進展 只是說特首親自去了解 問題就是特首親自去了解 是不是等於會有一個明顯的改進呢 改進在哪裡呢 我們工聯會認為必須要和市價脫歐 因為大家看到 如果繼續和市價掛歐的話 根據負擔能力測試之後 現在家庭月入57,000的人士都可以申請 連帶申請白居二都是用這個資格 我們收到很多找兩三萬元的家庭 他們都有微言有怨言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和五萬多的人士去爭呢 其實他們很有需要 但是他們覺得因為現在的機制 令到多了人和他們爭 令到他們透過購買 購買居屋去改善這個住屋 和達到這個置業階梯呢 是難上加難 所以呢 我們認為政府呢 必須要長遠的角度 要從居屋的定價和市價脫歐去設想 而不能夠呢 純粹說調整一些折扣比例 因為以往都是透過調整折扣比例去 去滿足社會和市民的需要 但是我認為是未根治 現在呢 那個售價呢 和目標人士的可負擔能力 已經是脫軌和離地的情況 我講到這裡 特首呢 在還有十幾天呢 他上任呢 就已經足夠一年了 那這一年呢 我們見到 升得最多呢 就是那個樓價 那如果我們 特區政府的官員的民望 都可以和樓價掛勾的話呢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可惜呢 就不是 就是樓價是這樣升呢 但是呢 我們看到市民那個不滿的情緒呢 其實越來越多 所以呢 我們覺得這個這麼打得的特首呢 一定要在今年呢 就是在他任期一年裏面呢 都真的要交些供貨的 那剛才我們聽到局長的答覆呢 包括對於那個公私營房屋的比例 會不會調升 又或者怎樣去令到 居屋那個售價能夠降低呢 那都沒有具體的措施 那我就不知道 即是特首會不會在未來的十天 有一些什麼新的公布 告訴我們他在房屋方面 會交些什麼供貨 但我們想說的呢 就是在 現在呢 其實情況呢 有變的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局長答覆的時候呢 都在說 去制定長遠房屋策略的時候 的考慮是什麼因素 但是在制定長遠房屋策略的時候呢 我們是沒有土地大辯論這個問題 我們都沒有一手扭物業空置稅 更加沒有市建局昨天剛剛提出 說會用碼頭圍盜這個項目 來到去便宜低於市價去發售 所以既然有這些新的條件呢 政府就更加應該要破格些 想一些新的動作 在房屋方面交供貨 包括呢 就是公私營房屋的比例 是應該要適當地增加 我們認為現在60比40這個比例 其實是可以有條件呢 去增加到70比30 這樣才可以令到現在 我們正在進行的土地大辯論 那個討論呢 是能夠更加容易凝聚到共識 因為大家都同意呢 我們要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另外既然現在已經有一個 一手樓的物業空置稅 那其實在私人市場方面 政府做了事了 那為什麼不能夠適度地提高 公營房屋的比例呢 至於市建局呢 其實之前有會員一居 作為一個試點 也都昨天行政總監也都出來說 會考慮用碼頭圍道這個項目 以低於市價去發售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 資助房屋的概念 其實政府就應該要更加好地 去利用現在這個機會 在房屋方面做一些新的措施 解決現在市民主要難安的問題 那我們期望 政府就不要再拿回之前說的 房屋策略那些東西出來 真是在這段日子 盡快在房屋上面 交些功課解決市民的問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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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